视频我都是让对方给我拍的 因为对方他值得钱 那我把这些东西拿到之后呢 我就给美国的媒体这边 因为当时出来的声音 不只是只有我一个 很多声音都已经出来了 那我当时就尝试联系去媒体 但是他们都不报道 后来这个事情是被好心的人 翻译成英文 然后爬到网上 全网扩散台来 所以我这边所上的资料 还有一大堆 所以我这边的话 只是想说 他既然连大选都能控制 他既然连经济也能控制 那下一步他还想要控制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坏透了 所以必须要有人出来 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你这边费用的话 多少钱打印一下 我这边现在叫人给你转 那个跟上次一样 OK OK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再把二维码发我一遍 我这边定的话 网路上流传一段 两名中国男子的对话录音 其中一个男子 与一名操着广东口音的工厂老板 用普通话交谈 如何伪造美国选票 依奇威是满足郑黄旗后裔 祖父为前中共中央警卫局 少数民族离休高干 父亲曾在银行业担任高管 依奇威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 我以我的人格和对神的信仰发誓 这次选举是欺诈性的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我以我的人格和对神的信仰发誓